這本是韓國人的護照 而這本也是 到底有什麼分別呢? 以前不時會看到韓國人手持著這本綠色護照 但最近看到韓國人為什麼會拿著一本藍色護照 究竟兩者有什麼分別呢? 原來綠色是舊式護照 而藍色是電子護照 看這條影片的觀眾們 不知道你們又覺得哪本比較漂亮呢? 過去兩年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 大家都去不到外國旅行 所以護照申請的需求都隨之急劇下降 加上自從去年12月21日開始 電子護照的出現 韓國政府一直在討論 將綠色護照的手續費調低 來解決綠色護照的付存量問題 由上月31日開始 政府宣布將綠色護照的申請手續費 調低至15000韓元 即大約港幣95元 直至付存量耗盡為止 市民可以根據指的需要 去選擇使用一般護照 或是使用新一代的電子護照 除此之外 如果在互聯網上搜尋韓國護照相關的資料 不難發現原來舊式的護照 除了有常見的綠色封面設計外 還有藍色和早紅色這兩款 這兩款分別是外交官用的護照 和一般官用的護照 現時一般官用的電子護照封面 變成灰色 而外交官用的護照 變成鮮紅色 那電子護照究竟有什麼特別呢? 首先封面是印有太極旗的押花圖案 打開裡面會看到很多具有象徵性的圖案 設計同時融合著傳統味和現代感 而個人資料那一頁 細心發現會看到它隱藏著一些韓文字音的圖案 以韓語字母圖來表現韓文的幾何學造型 而新式的護照和舊式的護照之中 最大的不同之處 便要數到新式電子護照 再不寫上個人的住民登錄號碼 即是我們的身份證號碼 目的是為了保護個人資料 另外個人資料那一頁 亦由原本的紙質改為 使用一種名為最炭酸脂的材料 既薄而且更耐用 由於個人資訊透過激光刻在上面 所以亦有一種防禮功能 內頁的設計更採用了由 史前時代至朝鮮時代 各時代代表性的文化遺產作為背景 原用了33年的護照 突然之間迎來一個很大的轉變 可能因為這樣 有部份的市民仍然不是太過習慣 有部份的市民更加形容 新式的電子護照 如何跟北韓的那本那麼相似 不知道大家又會怎樣看呢? 如果想知道更多韓國的生活資訊 就要多多支持我們KPOP吧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